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提前规划布局 然而也就是这样的一幅作品 却被历代收藏家视若珍宝 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那么这篇既值文稿 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艺术价值 颜真卿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 创作这篇作品的呢 厦门大学傅晓凡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国宝迷宗第三部第十六集 既值文稿之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主题是 既值文稿之谜 2019年元月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举办了既值文稿的专门展 并且以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为标题 此展在日本东京引起很大的反响 据说参观的人达数十万之多 那么既值文稿呢 是唐代著名的书法艺术大师 严真卿的行书作品 此作品呢 是马指墨迹 重二十八点二厘米 横七十二点三厘米 此帖的笔法 气势磅礴 悲怆苍凉 激昂求尽 草而不乱 被后人们赞誉为 在世严书第一 天下行书第二 众所周知 严真卿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甚至有这么个说法 临贴必临掩体 但凡稍微涉猎过书法艺术的人都知道 掩体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征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多宝塔碑》和《麻姑仙团记》等 那都是重规重矩的海书 可是这一份冀职文稿呢 却是行书 这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严真卿的真迹中 那叫绝无极有 可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 在这幅作品中居然有十几处涂抹的地方 而且还有漏字 人们不禁要问 严真卿究竟怎么了 为什么以一个长辈的身份给侄子做记文 又为什么没有了往日的严谨 在写这篇记文之前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让我们仔细地分析这篇记文 答案就在其中 严真卿开篇写道 为前缘元年 岁次勿须九月 耕武朔三日人生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这个记文的时间 为是个语去词 没有意义 前缘是唐素宗李亨的年号 这一天是九月初三 是最适合祭祀的日子 人生就是当天下午三点到 五点之间 接着呢 严真卿啊 写了 从妇 然后涂抹掉 又写第十三书 那么严真卿为什么做这样的修改呢 据我分析啊 所谓从妇啊 也就是这位侄子的远方书 伯父 或者是同族的书或者是伯父 就叫从妇 那么从妇就跟这 这个侄子的关系就比较模糊 不太清楚 那么第十三书就不一样了 这就说明严真卿跟这位侄子的父亲是一个爷爷的叔伯兄弟 严真卿是这位侄子的父亲的第十三个弟弟 所以叫第十三书 这个关系就比从妇亲近了很多 接着呢 严真卿就写了一连串 他的头衔和官籍 他说 迎亲光路夫 使时节蒲州诸君氏 蒲州刺史 上青车都尉 丹阳县开国侯 一个一个分析说 这个所谓的迎亲光路夫 实际上是迎亲光路大夫 严真卿在这儿丢了一个大字 这说明严真卿写这篇纪文的时候 心情比较激动 那么使时节 蒲州诸君氏什么意思呢 这个节啊 就是皇帝给他的信物 他拿着皇帝的信物 代表皇帝来到蒲州 管理这里的军事 具体职务叫蒲州刺史 那么上青车都尉 实际上是朝廷 授给他的薰 就是个荣誉称号 那么丹阳县开国侯 是皇帝封给严真卿的爵位 那么人们就要问了 这一串的头衔 虽然有些是虚衔或者荣誉称号 但毕竟表明 严真卿在当时地位显赫 今天的人可能不理解了 你就是写篇纪吻吗 干嘛要把这些头衔和荣誉称号 都写在文章的前边呢 难道是要炫耀你的显赫不成吗 当然不是 严真卿之所以把自己的所有的头衔 都写在纪文的开头 无非是使这篇纪文非常的隆重 庄严肃穷 这才能表达严真卿对这位侄儿的尊敬 和对这位侄儿最大的安慰 纪文 作为追念故人 寄托哀思的文体 可以说寄托了写作者最为真挚的心感 韩玉的纪十二郎文 这位侄儿究竟是谁 又是怎样的变故 让淑职二人阴阳两格呢 严真卿这位侄子叫严济明 官职并不高 叫赠赞善大夫 赞善大夫也就是赠无品 而且还是赠就是死后追赠的 不过严真卿对自己这侄儿评价相当高 他在纪文中是这样说的 维尔挺身 素标诱德 宗庙胡连 皆听兰韵 美味人心 意思是 你相貌堂堂 玉树临风 自由 德行美好 你将是国家的栋梁 你是家族的精英 你每做事 总会让我们感到欣慰 接着 严真卿将方平击善四个字图去之后 又写到 方七既古 何图逆贼奸细 称兵泛顺 意思是 当长辈对你寄予厚望 希望你成为国家的栋梁建功利业 并有自己美好未来的时候 没想到 叛贼造反 改变了你的命运 甚至使你惨死了 要问 严真卿为什么把方平击善四个字图掉 我认为 这表明严真卿此时 面对侄儿的惨死 对所谓的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种道德说教 已然不信了 甚至对人性都表示了怀疑 那么 造成这位侄儿惨死 举行叛逆造反的人究竟是谁呢 他们就是 安禄山和史思明 当时安禄山担任的是 范阳金河北省卓州市 平鲁金辽宁省朝阳市 以及河东金山西省太原市三镇的节度市 这权力也太大了 实力也太强了 这就使得安禄山的野心也就膨胀了 所以呢 安禄山于天保十四年的十一月 命令他的部将史思明 从范阳出发 打出了奉圣旨讨伐逆臣杨国中的旗号 发动了夺取大唐最高政权的战争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爆发了 安禄山的叛军由步骑兵混合组成 所以他的行军速度很快 准备渡过黄河 然后向西进攻大唐首都昌岸 当时的大唐王朝和平时间太久了 不知战争为何物 也不知如何应对突然爆发的战争 当得知安禄山造反的消息的时候 开始不相信 当消息确实之后 民间一片混乱 朝廷上下时 慌作一团 这就使得叛军所向披靡 黄河北岸各军纷纷投降 大唐王朝危在旦夕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挺身而出 力往狂澜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颜真卿的这位侄儿的父亲 当时担任常山郡太守的颜稿卿 正如颜真卿在记制文稿中说 而父杰成长山作俊 可是这句话颜真卿涂抹了三次 先写成受制 再写成威胁 最后改称杰成 这就表明颜真卿在斟酌 用什么词去形容和描述 这个颜稿卿更准确呢 也表明颜稿卿当时在常山 处境的复杂和危险 说起这颜稿卿啊 这个人微观很正直 为人也很刚正不合 处理工作也很干练 政绩考核呢 平了个上等 朝廷就封他为 范阳的这个护曹参军 也就是主管护级的官员 这安禄山听说了 这颜稿卿的名声 就把他提拔为 这个迎田判官 专门管理屯田 这官职和权力都大了很多 到了天保十四年 安禄山提拔这个颜稿卿 为常山军太守 那么常山军隶属于范阳 隶属于这个安禄山的这个管辖 之下 这颜稿卿实际就是 安禄山的属下了 所以这就叫做受制 那么颜稿卿又怎么个受威胁呢 因为常山郡的郡治啊 就在真定县 经河北正定县 当叛军气势汹汹来到真定县境的时候 颜稿卿当时呢 如一事发突然 没有准备啊 为了避免城中军民不必要的伤亡 颜稿卿只好仰装投降 来了一个缓兵之际 就带着这个 常山的长使 也就是颜稿卿的副手 叫袁吕谦 一块出城 到叛军的大仗 拜业安禄山 这安禄山 没非一兵一卒 得下常山重镇 哪欣喜若狂 高兴啊 就赐给这颜稿卿啊 紫袍 赐给这袁吕谦啊 红袍 可是啊 这安禄山打心眼里 还是不相信这个颜稿卿 就将颜稿卿的儿子 带到军中做人质 同时派他的养子叫李清凑 带七千人马 驻守在离真定县不远的土门关 监视 颜稿卿的一举一动 这就是威胁 拜业完安禄山之后 这颜稿卿和袁吕谦呢 在回城的路上 颜稿卿就对袁吕谦说 你我二人 难道会穿这样的衣服吗 这话里的意思很明白吗 袁吕谦明白了 颜稿卿的意思 于是暗中跟 常山之下的各县的县令 开始联系 商量如何应对这个 安禄山的叛乱 这就叫结成 颜稿卿经过三次的反复 终于找到了准确的词句 描述颜稿卿当时的处境和态度 当然这样的态度 是不能让安禄山这样的敌人知道的 为了麻痹敌人 这颜稿卿就脱兵出了 让他的长子叫颜全明 当时担任的是安平县的县位 那么这位长子颜全明 代表父亲的意思 联系各地反叛军的力量 那么这个时候颜真卿干嘛呢 颜真卿当时担任的是平原郡 就是今天山东省德州市的派手 也就是颜真卿在记文中所说 于时寿命亦在平原 那么颜真卿与他哥哥不约而同的 联系各路的反叛军的力量 他就派他自己的外甥叫卢蒂 来到了长山 与哥哥颜稿卿联络 颜稿卿一看弟弟的使者来了 非常高兴 听一下我们弟兄两个人联手 两个军的实力加在一起 就能够起到对叛军的牵制作用 因为长山郡和平原郡 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两个军的实力加在一起 就有可能钳制敌人 向西进攻的这种锋芒 以保京城安全 兄弟二人联手之后 又开始继续联系 各路的反叛军的力量 暗中就跟这山西太原的 这个行政最高长官叫王成业 想让他作为内应 这个时候 这阎稿卿啊 暗中继续积蓄力量 等待时机成熟 好一起举事 与这唐朝上下荒作玉团 相反的是这安禄山啊 号令严明治军严整 这将士用命以一当时 这唐朝官军碰到叛军呢 就一触即溃啊 到了天保十四年的十二月 叛军渡过黄河 准备进攻陈流军 就是现在河南省开封式的陈流战 没想到陈流军的官员们 没抵抗开城投降了 不久这叛军又斩了洛阳 天保十五在正月 安禄山自立为地 改年号圣武 定都洛阳 在此之后 叛军继续向西进攻 兵封直指同关 同关作为都城长安的 最后一道屏障 一旦陷落 大唐王朝必定危在旦夕 在此危难时刻 心系天下的阎稿卿 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他又是如何与阎真卿一道 就大唐帝国于水火之中的呢 阎稿卿决定立刻举兵 讨伐叛军 那么他马上派他的小儿子 阎济明到平原郡 找这个阎真卿联系 这就是阎真卿记文中所说 人兄爱我 鼻耳传言 可是这个人兄后边 有一个孔子他给画掉 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分析啊 到底是哥哥怕我出事呢 还是阎真卿心中就有不祥的预感 的确如此 当时的情况太复杂 太危险 稍有不慎就会慢判结束啊 这阎稿卿和阎真卿联系好之后 准备一起举事 这阎稿卿啊 就找这袁吕谦商量 怎么打好这投医账呢 决定先拿下土门国安 这样一来呢 既解除了安禄山对长山郡的威胁 也从这个安禄山的背后形成一种公式 可是土门关 这安禄山的阳子李钦凑 带着七千人马住在那里 怎么才能拿下土门关 这个时候机会来了 这李钦凑有个副将叫高淼 离开土门关 到这个幽州去 办事去了 这阎稿卿啊 就给这李钦凑传话 让他到郡里来一试 因为虽然你住在土门关 是监视我的 但你毕竟是隶属我 长山郡管辖呀 所以这李钦凑呢 不得不来 赶到了这个真定县城下的时候 天色已晚了 然后这阎稿卿就说 天晚了 不好开城门 你就在外边驿站住下吧 然后就命令这个袁吕迁 除掉李钦凑 这个袁吕迁呢 来到驿站 设酒款待这个李钦凑 当李钦凑喝醉了 就把他杀了 就这样这个土门关就拿下了 这就是颜真卿在纪文中所说的 二纪归旨 原开土门 意思是正是你直而言即明啊 把这信带到了之后 我们搁两个一连手 这土门关就顺利地拿下了 这颜稿卿啊 把这李钦凑的手机装在匣子里 派他的长子颜全名 带着李钦凑的手机呢 去长安 向皇帝汇报 实际上呢 就是汇报一下 在河北发生的战况 因为当时通信太落后 只得人亲自送信去 从这个长山郡往长安走 半路得经过太原 颜全名到了太原 这太原也就是那王成业啊 就把颜全名留下了 也把颜稿卿给皇上写的这个汇报呢 也留下了 他自己给皇上重新起草了一个奏章 就把夺取土门关 杀李钦凑的所有功劳 归他自己身上了 远在长安呢 这皇帝不了解情况啊 就根据这 王成业的这汇报呢 就提拔王成业为大将军呢 王成业手下得到赏赐的人超过百人呢 颜稿卿拿下的土门国安城 斩杀和擒货叛将之后啊 他得做好准备啊 敌人要进攻他的 所以开始整顿本部人马 训练士族 加强防守 一个长山郡的实力太小 所以他就发习文在河北各郡 虚掌审视 他在习文中说 朝廷任命荣王李婉 作为大元帅 戈书汉作为副元帅 带领三十万人马 准备出土门 进攻叛军 这各军一听这消息 震奔起来 纷纷响应 然后守他们县城的这些叛将都杀了 很快的河北有十几个军 被唐军占领了 与此同时 这严真卿啊 也打出反叛贼的旗号 周边各县纷纷响应 都召集本部人马 投奔这严老卿或者是严真卿 这个时候长山郡和这个平原郡 声势非常的好大 这个时候 玄宗皇帝才得到真实情况 所以皇帝呢 就提拔这个严考卿 为魏魏卿 兼御史忠诚 又提拔袁旅谦 为长山郡太守 这安禄山这会儿 正准备带着他的大队人马 向西进攻同关呢 这大队人马已经行进到了 河南的陕州了 听说河北有变 立刻吊着人马向东了 马上命令他的手下 史思明北渡黄河 进攻长山郡 这样一来 严考卿 严真卿 联合起来 前置敌军西进的攻势 挽救京城长安的危难 这种战略意图就实现了 这也正是严真卿在这个纪文中所说 土门既开 凶威大 土门不安征 拿下之后 敌人的威风遭到了很大的打击 天保15年 史思明带着他的大军渡过黄河 开始进攻这个长山郡 几天之后 大军就围困了这个真定县城 那么严考卿呢 一方面在城内组织军民 奋力抵抗 同时呢 派人杀出重围 到山西太原 找王成业求援 可是王成业按兵不动 见死不救 严真卿在纪文中 愤愤地写道 贼臣不救 孤城为兵 严真卿写这句话的时候 也涂抹了好多次 这就说明当时严真卿的心情 非常复杂 也表示了严真卿对这个 王成业见死不救的痛恨 的确如此 如果不是王成业见死不救的话 也不会造成 孤城违逼这样的危难局面 由于实力太悬殊了 那严考卿啊 带着真定县这居民啊 奋力抵抗啊 就井水干了 粮食吃完了 见尸都用尽了 四天之后 真定县城陷落 严真卿痛心地写道 父先子死 严真卿原来写成琴字 涂掉之后改成县子 这一字之改更形象地体现出 严考卿的悲壮英勇 和坚守真定县的艰苦作卷 严考卿和袁吕谦同时被赴 这史苏明啊 就劝降这二位 遭到二位的言辞拒绝 此时的子死指的就是 严济明 严考卿的小儿子 这史苏明啊 就把严考卿的小儿子严济明 押到了这个严考卿面前 把刀架在严济明的脖子上 威胁严考卿 投不投降 不投降就杀了你儿子 严考卿 依然拒绝投降 所以史苏明啊 就当着严考卿的面 杀了严济明和严真卿的外甥 卢涕 然后就把这严考卿和袁吕谦 押到洛阳交给安禄山处置 严考卿被押到洛阳 对安禄山非常生气地说 我重用你 我提拔你当长山军抬手 你为什么要反叛我 严考卿怒骂道 你不过就是一个赢兜的放羊的劫奴 侥幸得到天子的宠幸 天子对你这么好 这么信任你 天子有什么事对不起你 你为什么要反叛天子 我们严家世代是唐朝的大臣 忠义为本 恨的是不能 生起你以报皇上 说完这话之后 安禄山大怒就把严考卿绑在柱子上 严考卿在痛苦声音和痛骂中 弃绝身亡 十年六十五岁 严考卿被杀之后 这个安禄山又下令 把严考卿的小孙子和袁吕谦都残忍地杀害了 严氏家族在此次安史之乱中被杀害了三十多位 所以严真卿在他的祭文中悲愤地哭号道 朝清卵妇 是啊 国魄家亡 复朝之下安有婉婉 严老卿兵败被杀之后 严真卿继续坚持与叛贼作战 直到后来这唐桃的主力军 在唐朝大将李光碧和郭子怡的带领之下 收复了长山郡 就把这个严考卿啊 袁吕谦这些家眷们 几百号人呢 就从大牢里救出来 直到严考卿和严济明就役三年之后 严真卿才找到了他侄子的遗骸 可是仅仅找到了一个头颅 面对自己心爱的侄儿 尊敬的兄长和被残害的 所有的严氏家族的亲人们 这严真卿是五内居坟啊 他大声地质问苍天 天不毁祸谁为荼毒啊 意思是苍天啊 面对人间这些惨祸 到底是谁的责 这场人间的悲剧 到底是谁造成的 没有答案 面对只剩下头颅的侄儿 严真卿的心都碎了 他一字一类地写道 念耳构残 百身和主乌乎哀哉 意思是 面对侄儿你受到如此的残害 我宁愿死一百次换你的生命啊 太悲惨了 死者不能复生 安慰死者最好的方式 就是实现死者为之牺牲的目标 可以告慰死者的是 判贼已被驱逐 长山已经收复 那也写到这儿呢 这颜真卿的这个心情啊 有一个巨大的转化 他平复了一些心情之后 接着写道 五成天责 一幕和官 他写完五成之后 马上另起一行 顶头接着写天责 一来表示对天子的尊敬 二来也表示 此时他更换了一种心情 他想告诉他的侄儿 这叛军呢 还没有彻底的这个肃清 我现在受皇帝的委派 继续剿灭叛贼 他在这一幕 下边把河东禁吐掉 写上河关 表达他这个心情啊 一提河就想到河东 一想到河东 就想迅速把河东收复 这种急切的心情 在这涂抹中 表达的淋漓尽气 最后 颜真卿对自己的 侄儿的亡灵说 这段话的意思是 你的哥哥言全名 跟随唐朝大军 攻陷了常山 这才得以 得到你的头颅 装脸之后 带了回来 可是面对你的头颅 我是痛不欲生 我容颜摧毁啊 我知道 我一时还难以 让你的灵魂回归故乡 我等到剿灭了敌人之后 才会寻找一块 给你的七身之地 安葬 从这记者文稿的末期看 颜真卿使用的比 微凸 说明战事都匆忙 前半篇的十二行啊 字迹还稍微工整一些 说明当时颜真卿 还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整理思绪 那么到后半篇的十三康 这节奏就越来越快 那么字体和心情 一样的变得跌宕起伏 颜真卿这篇 记者文稿完成之后呢 就下落不明了 一直在民间流转 在刚净的字迹 和随处的涂抹中 颜真卿内心深处的恨敌之情 伤亲之痛 忧国之愤 喷波出 以莫洒泪 长歌荡哭 这篇布局杂乱 但却情感真挚的记者文稿 最终成为了不朽的书法佳作 然而 记者文稿在完成之后不久 便下落不明 直到数百年之后 才重新回归大众的事业 那么记者文稿此间 究竟被何人收藏 在此之后 这篇书法真品 又引起了怎样的争论呢 直到二百多年之后 被北宋一位名臣叫李诗恒收藏 可是在颜真卿这个 记者文稿中却没有留下 李诗恒收藏的痕迹 这凭什么说 记者文稿是由李诗恒收藏的呢 依据就是 北宋时期 有一个著名的词人叫叶梦德 他是这样回忆的 他说颜鲁公真迹 宣和兼存者 有可数十本 其最著者 既值既名文 在李观察 世恒家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颜真卿 后来被朝廷封为 鲁俊公 所以人都称他为颜鲁公 说他的这真迹 在宣和年间的时候 有数十本之多 有些很著名 其中有一篇 就叫既值文稿 收藏在李观察世恒家 可是有人就提出质疑了 说这叶梦德 是公元1077年生人 李世恒呢 1032年去世了 小年74岁 也就是说 李世恒去世45年之后 叶梦德才出生 他们两个根本不是同时代人 那叶梦德说 怎么会在李世恒的家 建造既值文稿的呢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这叶梦德呀 他强调的是李世恒家 这就说明这李世恒的后人 在李世恒去世很久之后 依然还收藏着这个既值文稿 在这个叶梦德建造既值文稿之后 不久 这既值文稿就从李家流失了 被北宋另外一位书法家 安时文收藏 后来北宋著名书法家 黄廷坚呢 两次见到既值文稿 可是这两次见到的都不是 既值文稿的真迹 而是碑刻的踏本 这一方面说明 这既值文稿在北宋中期 已经被刻成碑文 广泛流传 但又问了 那既值文稿的真迹呢 这就不能不说说这宋徽宗了 这说起这宋徽宗啊 这可是著名的书画皇帝 那书画双绝呀 同时呢 也很喜欢收藏 正所谓 凡所知名 往间巨细远近 细所入久近 就是啊 所有知名的这些作品 无论大小远近 统统的被收藏在 宋朝的内府里 那么既值文稿呢 就是这个时间呢 进入到了北宋的内府 被这个宣和书谱所收录 那么天下行书第二这个赞誉 是什么时候 由什么人提出来的呢 是元代的一位书法家 也是收藏家叫 先于书 他得到了 颜真卿记之文稿的真迹 哎呦 欣喜若狂啊 那欢喜之心 只一于言表 就写了一个拔 在这个拔文中他说 太师鲁公颜真卿 书记之记名文稿 天下行书第二 可是他这个观点 在远代没有得到承认 明清两代还是没有得到承认 直到了现代社会 人们才赞誉 记之文稿是天下第二行书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据我分析啊 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呢 虽然历代书法家都承认 颜真卿记之文稿 在内容上有巨大的冲击力 但是都觉得 这形式上呢 不够典养 到了现代社会 这种所谓不够典养 甚至有几分粗利的书法风格 恰恰符合了 现代的审美的标准 觉得这种书法形式 和这个记之文稿 所表达的内容完全吻合 第二呢 被宋代所推崇的 颜真卿的其他几幅 著名的行书作品 比如《征作未帖》 《告伯父文稿》等等 都已失传 那么记之文稿 已经是颜真卿行书作品的 硕果尽存了 第三 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的 王羲之的《蓝亭集训》 真迹早已消失 现在能看到的都是 历代的某本 你这天下第一行书没有真迹 我这天下第二行书 却是真迹 那么颜真卿 记之文稿的价值 就不言而喻了 好了 记之文稿之谜 就讲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